我们尝试从人物 从城市来出发 来看看这一套独有的中国式的思考 在我们理解台湾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之前 不能够不先理解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大选到时59天 国民党不分区名单终于出炉了 那么其中罹患罕见疾病的杨玉昕 列名第四 那么他曾经担任过电视台主播 也时常参与公益演出 他说希望未来他自己能够替弱势发声 先生帮忙推轮椅 罕见疾病天使杨玉昕笑容灿烂 常年参与公益为弱势发声 这次列名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四名 杨玉昕满腹理想 还有更多角落里的声音是没有被听见的 唯有靠制度的照顾 才能够真正比较有系统 而且能够比较有效果的 来帮助这些最弱势的朋友 罕患罕见疾病 三好市远端肌肉无力症 杨玉昕一天得12小时以上坐轮椅 吃饭上厕所靠别人帮忙 他透露是在国民党亦师亦友的 当政高层鼓励下 思考两三天决定投入政坛 代表着国民党对于儿童的问题 或者是弱势族群的问题 身影障碍的族群的问题 是有真正的决心 玉昕的身体当然是一个该顾虑的事情 那我们就尽力而为 先生全力支持 但杨玉昕不是第一次投入政坛 这个疾病到目前为止无药可医 他曾在2008年 硬失明的邀约组红党 还担任不分区立委 杨玉昕深信乐观 积极鼓励声帐朋友 参加公益广告与MV拍摄 形象清新的杨玉昕 投入兰军不分区 取得国会入场券 未来希望喊病天使 能真正发挥所长 造福需要的人 追选林嘉宇台北 综合报道